全能神经典话语 在每一个他所造的受造人类身上 所倾注的心血与所付出的爱 这个时候 你就会用两个词来形容神的爱 哪两个词呢? 有的人说无私 有的人说博爱 这两个词中博爱是最不适合用来形容神爱的词 这个词是人用来形容一个人宽广的胸襟与情怀 我很验憎这个词 因为它有不分原则与不分对象的胡乱施舍的意思 是愚昧人、浑人的情感泛滥的表现 如果用这样的词来形容神的爱 不免有亵渎神之意 我有两个更贴切的词来形容神的爱 哪两个词呢? 第一个词是硕大无比 这个词是不是很有意境 第二个词是浩瀚 我用这两个词来形容神的爱 有实际的意义在其中 硕大无比这个词在字面上来看 是形容一个食物的体积或容量 但不管这个食物有多大 它是可以让人触摸得到 让人能看得到的 因为它是存在的 它不是抽象的东西 它能给人相对准确实际的概念 无论从平面的角度 还是从立体的角度上来看 都不需要假想它的存在 因为它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用硕大无比来形容神的爱 虽然让人感觉这个词将神的爱量化 但它同时也让人感觉神的爱是难以量化的 说神的爱是因为神的爱不是虚无 不是传说中产生的 而是在神主宰之下的万物所共享的 也是每个受造之物都不同程度 在不同的角度上都享受到的 它虽然让人看不见摸不着 但却让万物滋养生息 万物的生息在彰显着神爱的点点滴滴 也在数算着 见证着每时每刻享受到的神的爱 说到难以量化 是因为神供应滋养着万物的奥秘 是人类难以测度的 也是因为神对待万物 尤其是神对待人类的心思 是人难以测度的 也就是说 造物的主究竟在人类身上 倾注了多少的心血 无人能知道 造物的主究竟对他亲手造的人类的爱 有多深 这份情究竟有多重 无人能理解 也无人能明白 用硕大无比来形容神的爱 目的是为了人能体会 理解神爱的宽广与实际存在 也是为了人能更深刻地领会 造物的主这几个字的实际含义 也能更深刻地明白 受造之物这个称呼的真正意义 浩瀚这个词通常来形容什么呢 它通常用来形容大海宇宙 例如浩瀚的宇宙 浩瀚的大海 对人来形容大海宇宙 宇宙的宽阔与深密 是无人能及的 人对它充满了想象与敬仰 人对它的奥秘与深邃 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一想到大海 你会想到大海的宽广 它让你看不到它的边际 也让你感到它的神秘与它的包容 所以 我用浩瀚来形容神的爱 目的是让人感受到 神爱的可贵 神爱的深邃之美 感受到神爱的能量 是无限的 是宽广的 也感受到神爱的神圣 与在神的爱中 所流露出来的 神的尊严与不可触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